今天要来看Dream Chaser 《足梦者太空飞机》 其实我留意这行太空载具很长一段时间 一直在等它守航 一直也想聊聊这行太空飞机背后的故事 《足梦者太空飞机》原定于2021年 就要开始首次的任务 现在一言再言 说是最早在2025年的5月才有机会进行首飞 严格来说 《足梦者》不算是新奇的太空载具 它与以前美苏的太空梭 或是中国不久前试飞成功的 可重复使用试验航空器 以及珠海航展上所展示的 号龙太空货机原型 都属于航天飞机的类别 也走同一套的运行模式 主要是靠火箭搭载入轨 返回时水平滑翔着陆 而《足梦者》算是其中体型较小的太空飞机 《足梦者》的大小只有太空梭的四分之一 原先设计是作为近地往返载人的太空载具 但载人的合约没拿到 只好转工载货 并已经获得NASA七次太空站的运补合约 接下来只要试飞成功 不怕钞票不来 《足梦者》也是目前NASA唯一资助的 商业航天飞机计划 《足梦者》太空小飞机 背后其实隐藏了大时代的故事 取名Chin Chester 《足梦者》主要也是因为 从当初概念浮现到现在实体建成 准备试飞 长达三四十年 犹如一段追逐梦想的过程 更特别的是 这台太空飞机身上 竟然可以找到美国与旧苏联 在冷战时期 与航太领域竞争的历史印记 由Sierra Nevada及其子公司 Sierra Space推出的《足梦者》 基本上是照搬NASA 1980-90年代 深立体概念机HL-20的设计 所谓深立体飞机 就是放弃大面积机翼 用三维设计的一身融合体 来产生深立的飞行器 《足梦者》可说是 HL-20设计图纸与模型的真实版 上世纪巴黎年代 NASA蓝力研究中心 为补强太空梭计划 希望另外设计出体积较小 价格较便宜 且相对安全的近地太空载具 HL-20也就是为这个目标而产生 而较少人知道是HL-20的原始构思 其实是来自1982-83年美苏冷战时期 澳洲侦察机拍得的几幅苏联太空实验机照片 当时苏联船只正在印度洋 打捞缩小比例的BOR-4实验机 美国的太空工程师 在看过苏联样机照片后找到灵感 开始逆向复制缩小尺寸的模型 并经反复的风动测试 对其优异的气动布局 以及机体稳定性的设计大开眼界 从而设计出HL-20 而蓝力中心太空工程师 也推测苏联BOR-4的设计 由美国早期生理体飞机计划 HL-10实验机的生意 所以朱梦哲太空飞机 可以说即美苏航太科技于一身 朱梦哲被视为迷你版太空梭 但太空梭计划早就终止 现在各国又有许多垂直升降太空载具 可供选择的情况下 迷你太空梭究竟有没有发展必要 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争论 支持者认为 几乎可在任何737跑道降落的朱梦哲 在运作上具有高度弹性与便利性 而水平缓降的1.5G低重力加速度 与现有太空舱垂降4-8G相比 相对温和许多 对于输送敏感仪器物品与伤员大有好处 另外朱梦哲加舱舱 一次可以运载超过6吨的加压与未加压载核 超过天龙号等其他运补太空船 足够太空站半年所需 加上可重复使用15次 也超过天龙号或是Starliner的重复使用次数 至于缺点是 朱梦哲仰赖别人家火箭推送升空 虽说可以一一比价 但推升这一段给别家赚走 运送成本超值在别人 此外系统衔接也值得观察 SpaceX与波音等在全系统运作上都有经验累积 SERA Space出出茅庐 能否与太空产业环境完好衔接 在初期会是极大考验 另外当然是重入大气层的安全问题 比起太空船返回舱这种垂直降落方式 太空梭优雅得多 但也存在巨大风险 过去太空梭格热瓦脱落 酿成事故历历在目 这部分朱梦哲将格热片材质加以改良 数目从太空梭的24000片降低到2000片 希望规避风险发生 目前朱梦哲首台太空飞机兼任号 正抓紧时间做好发射前准备 但决定什么时候发射 不一定超支在SERA Space 像是运载火箭是否准备就绪 以及太空站停泊口是否控出来 都会影响朱梦哲的发射时间 朱梦哲首次发射 主要目的是展示可靠性 手机兼任号预计由火神半人马 做火箭搭载 由卡纳维尔角41号发射场发射成功 预计停泊太空站45天 然后返回地球 在甘奈迪太空中心的跑道降落 至于这场历经三四十年的大梦 是否能够足梦成真 则全看足梦者太空飞机 在首次试飞的表现